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view.js第31期 今天的标题就是,大家请看 组件之,slot插槽 我的天哪,什么叫做slot插槽 反正我当时学的时候一听这个,我就云里雾里,是不知所云 不知道您是什么感觉啊 那么今天咱们先看一下知识点,就一个slot插槽 很难是吧,看起来其实不难 咱们通过学习这一课,您就会掌握什么叫做slot插槽 是名字听起来难,但是却不难 咱们看一下它的定义,slot它是副组件 与子组件之间的通讯方式 也就是说,它可以将副组件中的 内容显示在子组件当中 咱们现在为止所做的组件的参数传递 都是做到了副组件的属性当中 而不是副组件的内容当中 那么slot就是解决副组件与子组件之间内容的传递 好,咱们看一下例子 您现在听起来不明白,没关系 咱们看例子,一看例子你就知道原来是这么回事 好,咱们看 今天我做了一个c2组件 就是说我对谁说一句话 比如说你看,我c2,我对coma说一句话 说什么,你的视频做的太差了 同时我对mike,我的朋友mike说一句话 说什么呢,你不要学coma coma太刺了,coma太差了 然后我对join又说一句话 说什么呢,你教教他们两个吧 就是这么一个c2的组件 那咱们看一下这个组件是怎么写 首先咱们定义了一个全局的组件 叫做c2 它接受了一个pname参数 就是说我对谁说呀 这个人名就是这个pname 然后这个组件模板呢 咱们大家请看 首先是你好 然后呢,谁好啊 谁好就是说我传起来谁 就谁好 比如说coma好 mike好 约翰好 周恩好 你们三个都好啊 好完之后 大家注意看 下面这句是今天的重点啊 slot 也就是说 咱们在咱们的子组件当中 定义了一个slot标记 就这么一句话 难不难 不难 那么这句干什么 它有什么作用 您别着急啊 嗯,就完了 就完了 这就是今天咱们的例子 那么这个句话到底干什么 嗯,我呢先不说 咱们呢直接运行代码 一看效果您就知道啊 好,咱们运行代码 那今天代码真的不难啊 就这么时来行 好,咱们试试啊 比上期简单多了啊 好,咱们现在马上运行代码 今天呢 是第31期 好,咱们看啊 有什么区别 首先说向这丧人问好 然后会怎么样 咱们看 走 请看 你好,科码 你做的视频太差了 你好,麦克 你千万不要学科码 你好,周恩 你教教他们两个吧 说明我和麦克水平都不行啊 都不如这周恩 就这么一句话啊 好,咱们看啊 首先 咱们用到了子组件C2 然后呢 传递一个人名 这个呢 和上期 和前几期没什么区别 主要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咱们大家注意看 它是副组件 调用子组件时的 子组件的内容 咱们以前学过 这个组件的属性 这个没有问题啊 那这个内容如何显示呢 就通过子组件的slot方式 那么换句话说 我把slot屏蔽起来会怎么样 比如说我屏蔽起来 这代码咱们不要了啊 咱们在组件当中 并不写这个 插槽slot 那么这几行 对每个人所说的话 还会显示吗 咱们看一下 刷新 大家请看 变成了你好Coma 你好麦克 你好余憨 咱们看一下这个页面的代码啊 你看 其实这些个话 你做的视频太差了 你不要学Coma 你教他们两个吧 在画面中是有的 但是却并 在页面代码中是有的 但是却没有在页面中渲染出来 咱们看一下渲染出来的结果 三个DIV 大家请看 就是你好谁 你好谁 你好谁 你好完之后呢 就完了 换句话说 这是在副模板中 或说在副组件中 所写的 对每个人说的那句话 并没有被渲染出来 为什么 因为子组件不知道 这个数据的内容 该如何的显示 那么咱们如何显示 组件里面的内容呢 而不是属性 咱们通过参数获得 对不对 那么这个组件里面的内容 咱们该怎么显示 现在咱们明白了 就是通过slot tag 通过slot的标记 就能够显示出来 咱们现在再试一下 把slot的comment再打开 咱们再运行 出来了 你的视频太差了 麦克不要学他 这玩意 你叫他们两个吧 然后看一下渲染出来的结果 确实 每个人说的话呢 都已经显示出来 那么咱们就清楚了 就是说 咱们在定义子组件时 不是传属性 而是传标记内容 那这个标记内容 如何被嵌入到 咱们子组件的模板当中呢 通过插槽 大家这回明白了吗 它就插槽 插进来的 插进来之后 就能够渲染到 子组件的模板当中 这个就是slot的 基本的使用方法 当然它有些高级的使用方法 咱们放到下期再介绍 今天呢 我给您介绍的内容呢 就是这些 我认为不是很难 不知您听明白没有 如果没听明白呢 您呢给我留言 我呢都会给您解答 然后今天的代码呢 我放到了开音中国 供您下载参照 那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谢谢您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拜拜